人之所以长高,是通过骨骼不断增长实现的,主要体现在肠骨的不断增长,肠骨由骨干和骨头组成,骨干和骨头间有一层软骨,叫喉软骨,又叫骨头线。 喉软骨在生长激素的刺激下,不断分裂增值,骨细胞不断增多并不断骨化,人就不断长高。 孩子的身高70%,由遗传因素决定,30%由后天因素决定,后天因素包括营养、睡眠、运动等,如果干日的好,可以充分发挥孩子的生长潜能,助孩子突破遗传长成大高的。 在中国87%的家长,没有监测孩子身高的习惯,孩子身高出现立场不能及时发现,71%的家长放纵孩子满睡,导致孩子睡眠不足,影响长高。 当孩子出现个癌,身体发育直满时,90%的家长选择盲目等待,或者相信孩子完长而错过干日机会,很多孩子明明可以长高,却由于家长舒服和无知给耽误了,造成终身打小,令人痛心。 人长高需要两个条件,一个是脑垂体分泌足量的生长激素,一个是铺口腺没有病核,而孩子生长的三个黄金期是需要爸妈注意的。 一到三岁,平均每年约增长8到10厘米,一岁时身高约为75厘米,两岁时约为815厘米,三岁时约为95厘米。 三岁后,增长速度逐渐低减,每年约增长5到7厘米。 青春期,男孩子可养20到30厘米,女孩子长15到25厘米。 在同等黄素下的两个孩子,从出生的骨头腺壁合期间,年龄在不断地增长,骨骼也在不断地成熟。 在这期间,生长激素分泌的多少决定了这两个孩子的身高? 生长激素分泌充足的孩子,满足了身体生长所需,身体会长得高。 反之分泌不足的孩子会出现生长缓慢,最终可导致身材还小。 身高的增长不是无限的,骨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成熟,而骨头腺随着骨骼的不断成熟,由宽变载直至壁壁。 当骨头腺壁合之后,身体将停止生长,身高最终定格,高类差距也就此形成。 在孩子长个的三个黄金期,爸妈要注意宝宝的这几个方面。 一,食量运动,二,充足的营养补充,三,晚九点睡觉的习惯。 当家长发现自己孩子的个子长不高的时候,一及早就以检查,采用药物干预的方法。 同时做好孩子的心理工作,不要认为个头不算是病,毕竟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是个大个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